各位 剛才一路欣賞完 三組的一個演出 你覺得到目前為止怎麼樣呢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各種類型的都有看到 從Dancer啊 然後到Felso 甚至到Idol團體其實也有盡融 那你有沒有特別 因為這樣特別想要多認識誰呢 我其實對 我都特別有興趣 想要多認識一下 可以可以這樣看 所以其實 OK 那我想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有多接受 也包括同胞A今天跟大型 會一起搭檔主持的虛擬的主持人 同胞A的物販周邊也會在後方 大家的正後方在入口處左手邊 會有一個物販區 同胞A的周邊有什麼周邊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周邊的話有管的鑰匙圈 然後還有說 就是我們也有通鄉的那個單曲 我們有就是對 有兩張專輯 然後裡面各自收入了不同的單曲 那還有我們家的 就是我們的華碩店啊 以及我們的毛巾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看看 今天有貢買 就快送一本我們靠鄉的小說 今天有免費的小說送給大家 只有今天才有送給大家 OK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到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呢 先花臉先介紹一下 同胞下一個環節是什麼環節呢 這個環節的話是我們的 微漫畫的頒獎典禮 這個比賽呢 要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每一年 20 21年包含在內 佛羅東萬機都會登場的一個比賽 這個比賽是畫什麼畫漫畫 微漫畫 同胞為什麼是微漫畫 我們認證到他們都是要呢 十二十幾頁以上才可以稱之為 出門的這場環節 那這個鬼呢 那其實就是代表說 他只用了四頁 然後要來展現一篇故事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 你的辦法你要畫出一點 這件故事是比較容易的 那你要怎麼把你的重點 融入在世界上 就很考驗我們會吃的一些功力 所以在四頁以內畫一個吸引人的漫畫 畫得長可能很多人覺得很簡單 畫得短喔 這個就非常討厭漫畫家了 所以每一年都會舉辦這樣一個比賽 然後大家來徵稿喔 今年呢我們收到大概七十多件的一個漫畫作品 七十多件很多喔 那我們今天同工會選出兩個加作 兩個優選以及一個首獎 加作呢我們會有兩千元的獎金跟獎狀 優選會有六千元的獎金跟獎狀 以及首獎會有兩萬元的獎金跟獎狀 算是給這些漫畫創作者一個鼓勵 所以等一下呢可以的話 給大家 我會請他們得獎的上來 給他們頒獎 希望現場的朋友可以給他們一些掌聲 他們是很努力的在漫畫之路 這條很難走的路上面 繼續不斷的創作的好朋友們 那今天的這個頒獎點名呢 我要邀請到的 是我們開拓動漫的活動專案經理曾荣沛 來幫我們支持 然後一起頒獎 我們歡迎曾經理 好那請幫我們分享一下今年的這場活動 那您舉辦的一個心得啊 還有一些作品啊 看到了些什麼可以跟大家聊聊嗎 舉辦 其實開拓動漫經理 經理第一 FMPK43 那在國外的時候就是第十年 已經第十一年了 哇 去年之中我們做了十週年的期望 去年 去年 對 好那其實文浪化呢 是在這十年的 的國外動漫經理產生的 那其實一開始人數都很多 但是這幾個重點 像今年一樣有 70多間 所以其實那是很多的 然後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台灣在這幾 這幾兩三年 很多人都不斷的去做 原創的內容開啟 那對台灣的漫畫才能不能說 可能我們熟悉的同仁 或是什麼 也許他 他其實是比較容易不收 或者是 什麼樣是你自己的作品 然後我們台灣要 搶出什麼樣的內容 再怎麼樣 都是還是要有的願 所以不斷的不斷的去做這種事情 那老實說我覺得呢 這是一件非常寂寞 而且公讀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只要能夠有意願去做 原創漫畫的漫畫教練 我應該可以拿到各種方便 所以比賽每一年 而且這樣子一年 我覺得其實 其實那是重點很平均 真的很難學 本來還在想說 應該可以選出來 結果我們從下午一點 我們的評審點分 七十幾部從下午一點選到 七點 七點 花六個小時多才能選出 七十幾題選五名 打了很多架 又打架了 對 所以真的是值得鼓勵 就像剛剛 我的經理說的 大家在看偶像表演 這個是在舞台上 可以享受 台下的目光以及掌聲 畫漫畫 握在自己的電腦前面 畫 然後結束最多就是放到網路上 交給編輯 丟到比賽 就這樣 如果你在網路上很多讚的話 那很棒 可是現在絕大部分的人 並沒有遇到什麼東西 真的很孤單 對 然後可是 我覺得還有一點是 漫畫產業在台灣 台灣能夠生根 其實真的還上去這些 不斷的 不斷的 不然那是一直在斷層 其實台灣這六十年 所以我們其實不斷的 我媽媽在掌聲的 我們並不是 我們 我們的 你卻很關我們的 整個漫畫師 其實從六十六年代 就 就開始有漫畫 可是中間不斷的有斷層 所以才會讓我覺得說 欸 我們好像其實 很少附的作品 可是只 你現在 再回頭兩千年到現在 你真的真的 非常多 你真的創作者 做出非常大多的作品 所以如果有機會 你們也許可以去過文靜漫長 也許有機會 我們可以去關 漫畫基地 台灣的作品 那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漫畫師 台灣的創作 那 支持他們的漫畫 就是哪個我們的作品 像今天 同外我們今天的 這些偽漫畫的 優勝者 可以在哪裡 可以看他們的作品呢 也是在我們 正面 現在剛剛正貿方的 民視場庫那邊 都有展出他們 這部投稿的 偽漫畫作品喔 所以我們等會 如果大家在這兩邊的展集 有空 歡迎到對面去看看 其實就四頁而已 應該對大家 還是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笑一下 感受一下 台灣漫畫創作家的 現在的創作實力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 好 謝謝經理 那等下我要留你在台上 真的幫我們頒獎 那接下來呢 就要來 請同外共一起來宣布 本屆 2021年高雄國外動畫 進行為漫畫大獎 我們的加速 那這一次 我們先補充一下 這一次 所有的頒獎的評選標準 是主題表達的明確性 佔環值20 分鏡佔30 作畫技巧 佔環值20 創意環值10 以及故事性環值20 所以他其實是有公平的配分方式 所以真的得獎的 都是很優秀的 那我們來準備頒獎 那請同外跟我們 議員宣布一個囉 我們先頒發的是 家座 家座會有獎金2000元 以及獎狀一張 首先 讓我們恭喜 劉獻舟創作的 Crazy Nut 以及 以及 我們的 查理金創作的 瑞浦 恭喜 兩位 歡迎兩位老師燈牌 來請同外 給我一點掌聲 來 我們先公開 來頒獎 然後我請 請你幫我們頒獎 這次是孤獨的戰士們 孤戰士們 又做了一個好好的名字 所以沒關係 來 工作人員正面 幫我看一下正前方的小巨醫 好 我們一起照一個我們 合照 還是我們這一次文化畫 觀點名利 這個佳作 同外 你知道Crazy Night 是什麼樣的一個故事嗎 那現在的話 其實還蠻熱的 也是全圈都沒有任何的文字 去呈現 好 我們請兩位老師 先到後面 幫我們一下 小巨醫生 好 那Crazy Night 講了一個 一個稍微有一點點恐怖 但很可愛的故事 在上色的技巧 非常出眾的一部作品 而查理的說服呢 則是非常苦笑的一個色術的作品 非常非常有趣 那接著呢 讓我們繼續呢 頒發送人優雪 那優雪一樣會有6000元的獎金 以及獎狀 好 首先恭喜A4模型小哥 以及 恭喜我們 吉亞的 憲妹 憲妹 恭喜憲妹 來掌聲來一下 這兩部作品呢 這個A4的模型小哥 講的是 一個喜歡玩普拉的小孩子 他開始從 不會宿主 不會吞氣 不會上色 到學習 吞氣上色的這個過程 如果你喜歡模型 你會祖苦啦 你會特別有感覺 那 憲妹 這部作品呢 小哥的部分呢 他其實是結合我們台灣的一些 往歸的習俗 那他就是 就結合習俗以及說 公共的部分 他就是以 這個小龜啊 然後他去團隊的幾組 跟家人 然後 那後來家人 實際上有回到阿嬤家 之後才能說 欸 之所以會有個小龜 請問他去詢問了 已經過去了狀態 那他的願望就是 他想要看看大家的台形 那你們因為這個小龜 大家要回來 其實最後賽呢 會有點冰酸啊 一個溫馨的參與 其實這也會是 你丟了一點冰酸的部分 那最後呢 我們要來頒發送我們的首獎 首獎非常厲害的 有兩萬元的獎金已經獎中 然後我們恭喜 恭喜我們的陳香迪 我們的職業是一個美食 掌聲 掌聲 好 這部作品呢 講的是我們 現在在路上很常看到的 外送員 這樣的一個工作 他的用他工作上的一些 發生的趣事 一些阿瑞阿瑞 然後分享成為了一個 單篇章的故事 我們四個 四張漫畫裡面有三個篇章 很有趣嗎 對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其實有 用一些比較匯鞋的方式 就是導致從外線 會使到的一些 民眾況啊 或者是去 實際上大家 不了解 也可以看個會心一下 好 以上呢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2021年的高雄 中文記 維漫畫 通舟大獎 兩位嘉賊 兩位優選 以及首獎 再次呢 恭喜他們 現在我們希望大家 可以去支持一下 他們的作品 就在上後方的倉庫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了 好 再次謝謝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 希望有機會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作品之後 他們的名字如果出現在 帶興奮 或是台灣金脈獎 或更大的一些舞台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他們的作品 持續的為大家帶來 更多的一些 歡笑 娛樂 感動 以及淚水 這是我覺得漫畫 很有魔力的一個地方 同學你自己 有沒有特別喜歡 哪一部作品呢 講到他四部作品 五部作品 五部作品 我最喜歡的是 雅威的部分 喔 你剛剛講到他是一個 親情的作品 大家知道 那是卡布衛是什麼嗎 有人知道 卡布衛吧 卡布衛知道 卡布衛就是問神明的時候 兩個人半月星人 丟下去 然後他會有正反 反反正正的這個 神明的決定嗎 我問卡布衛是什麼 卡布衛的話 他的中文是叫 立杯 那所謂的立杯 就是他其中的一個杯 他是立起來的 他沒有辦法照他的正面 叫法面 那這其實是一個 很微小的紀律 所以他不是卡在縫隙裡面 他就是 真的就立在那裡 對 他就直接立起來 所以通常就是 表示神明有 有一些想要 有話要說 有話要說 或者是他一定是 一些比較特殊的事情 所以你看 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們用一個台灣民族 或者我們自己洗手上面 很常做的一件事情 去帶入一個家庭的故事 就帶入了整個故事 核心的一些主軸 然後用一些可能 縣世跟來世 或者是 這個 王者之間的偶爾 沟通關係 像我們人跟神明之間的 跟沟通關係的方式 去連結一個家庭 一個親戚的一個…呃 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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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我自己呢 個人呢 其實非常喜歡的是 Crazy Night 我非常討厭大家可以觀看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文漫漫很多作品 Crazy Night呢 他講的是一個夜晚 那大家都晚上睡覺醒了 你知道這樣安靜的夜晚就會有很多聲音 在這個故事當中他聽到很多青蛙的聲音 青蛙感覺很可怕喔 然後當很多青蛙就會感覺很黏黏的啦 黏黏的啦 黏黏的啦 這個真的青蛙嘛 那最後呢 他被嚇醒了 原來是一場夢 一個下夜的夢 因為睡覺的時候外面都是青蛙的聲音 然後造成他的夢裡面 就大亮的青蛙出現 那這部作品有趣的是 他雖然是漫畫的婚禁方式 但是他的上色方式 比較像茶宝 甚至比較像比較傳統的水彩的這種 一些用技法 然後我覺得一看的時候 很像漫畫 因為很多人覺得漫畫 可能就是黑白稿 或者是電子彩繪稿 就是電繪的方式畫 他的畫也是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亮眼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好 那我們剛剛跟大家做完的這一個畫 是文方畫翻臉的年齡 一樣的 我們在後方的倉庫 今天如果大家有空 好 上西遊街的時候 可以隨方繞臉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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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